主料,山楂90克,主料,冰糖一小把,火丹皮两个,清水1500毫升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用餐人数,1到2人,山楂干冲洗干净,直接放入冷水中,小火慢慢加热,小火煮的目的是为了把山楂的味道更多的煮出来,把火丹皮切成小块,放入锅中, 火大皮下工后10分钟内要搅拌几次,防止粘在锅底,如果偷懒的话,那就把火大皮切得再碎一点,这样在锅里会很快融化掉,至少要煮10分钟的时间,山楂的口味才会浓郁,如果时间再长一点效果会更好,如果前放冰糖,带冰糖全部融化之后关火即可,在煮制的过程中,会产生很多续状物, 其实都能吃的,不过把杂质过滤一下口感会更细腻,烹饪技巧,煮副几句,一,山楂干在大鱼店的超市都有卖,中药店也有,煮之前一定要仔细清洗干净,二,如果喜欢枝浓枝稠的,则要把糖和山楂一起同时放入锅内,糖的分量要加倍,可以化成白砂糖,三,煮制的全程一定要保持小火, 四,煮好后,要选择玻璃材质的容器保存,不要在锅存后较长时间,以免与金属发生化学反应,五,自制的饮料不添加防腐剂,所以最好在一两天内喝完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